中华队虽然输给了日本 却是打出了更好的感情 不只有许多日本球迷 特别买票到东京巨蛋 帮中华队加油 还有人买门票送给台湾人 而现在这位神秘的好心人 他一共花了二十多万台日币 大约是七八万元台币 帮日本政府做国民外交 台湾战鼓巴 日本人帮台湾加油 还有一位叫长刚的日本球迷 对台湾很有好感 他做套腰包花了二十多万日币 买下二十四张台湾区座位门票 把他免费送给台湾人 长刚先生在东京做不动产生意 他说买了二十几张票 因为朋友没来才要送给台湾人 但实际上他想说的是 台湾人就是他的朋友 比赛开始前 好多台湾粉丝急着来买票 听到这个好消息 感觉球赛更好看了 中华战鼓巴 有好多日本人与台湾人 共相胜举 凸显棒球跨越国界的魅力 以及台日间特殊的感情 中天新闻 温正杰 刘虹宇 东京采访报道